就是白人的朋友 白人的朋友就是那種 比較那種行政的那種 商務人士就會看 他們很怕吵 沒有,他一上來就看嘛 人家一找位子找位子 他就說 我就已經看他那邊默念 然後我就剛好 然後把耳機戴上去 因為我這位很不爽 因為我從小會覺得 你這種感覺好像是歧視 爸爸還是歧視小孩 或不喜歡小孩 我深夜有一個報仇計畫 我們去了一個 所有很多米其林餐廳的一個城市 在西班牙 我們就想去吃 我的小孩現在才一歲半 然後我已經帶他出國五次 然後有兩次都是超過 Oh my God Oh my God 所以要娶老婆 我就要娶我這種 能夠吃苦的好不好 15個小時 我老婆可以看五部電影 我小孩可以大四次死 就去到那邊呢 沒有一家米其林可以去的 因為我小孩才一歲 然後很容易苦苦鬧鬧 那種高級餐廳它是 你們都不會收我 但是你們也不敢去 高級餐廳怎麼樣呢 他們恨小孩 而且一般去米其林 不會想要帶小胖 對啊,你們只會想說去米其林 然後帶小孩去 就去那麼小才小啊 你知道他如果讓你進去通融的話 怎麼樣 對,直接那個心就不見了 因為其他客人 那是會影響夫妻自己決定 我們就兩個人去 然後因為那時候小孩 我們每年都會去一個長城旅行 所以我們就很想去歐洲 老公很想去吃好吃的東西 然後他就問了我很多次 我們要去西班牙還是去日本 要去西班牙還是日本 我就說沒關係啊 我們就去啊,是有多辛苦 能夠像我們以前去爬山一樣辛苦嗎 然後我就說好,我們去 就那十五個小時我真的想死耶 我真的想... 跳出機艙 可是我就是沒有辦法出去 他在那個機艙裡面 因為他那時候才都是吃副食品 家裡煮的 所以他不習慣吃飛機上面的東西 然後我就... 我就沒辦法給他吃飛機上的食物 所以一直給他喝奶 然後喝一天奶之後 他就會一直大嬉嬉的大便 所以就大了四次大便 所以想死的會不會是做你 臭面的那種 對啊,臭... 不會,我很可憐 我又沾到衣服 然後我就在飛機上面 不顧一切 就把衣服都脫掉 然後再換一件新的 我的天啊 對,我就不想管了 因為我身上就是... 你脫到什麼程度 對,那時候我覺得還好 不是啊,這趟旅程 對其他個人也太夢幻了一點 什麼 然後一直要顧著小孩 不要讓他去吵到別人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是他還沒兩歲 所以我就... 一歲而已 所以我就沒有買他自己的位子 然後結果他就躺在我身上睡 可是我一想要移動的時候 他就會醒過來 所以我就要重複...的一直... 妳就等於定在那邊 對,重複一直的去哄他很辛苦 然後零要下飛機前 他就... 然後飛機一著地我就往前衝 因為他那個安全帶的指示 還沒有熄滅 其實你是不能站起來的 我就衝進去說 拜託...讓我去廁所 趕快去廁所了 已經要弄到就是溢出來了 對,然後下飛機的時候 我就幫他換乾淨 然後發現我的身上就有屎 然後我就在下飛機的門口說 老公,我們來照一張相吧 我們總算成功的著 對,我這一次也是 中國新年我去洛杉磯 走到要死 真的哦,你一個帶兩個啊 沒有,我帶范范 可是旅程是他安排的 媽媽就是很喜歡天馬星空 一定要讓他去看迪士尼啊 就是說這是一定要去的行程 我覺得不要亂交那些姐妹桃朋友 姐妹桃說 你一定要帶來他的群組 你一定有很多那種媽媽姐妹桃 或家長 你一定要去 就是你 這很好玩 然後我想說這些媽媽拱半天 然後我問他說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建議啊 他說 那個很硬耶 瞎講 蝕水溫 我就是很害怕 因為小朋友嘛 就是我們是做那個 就商務場的 然後一進去的時候 有很多那種 就是白人的朋友 白人的朋友就是那種 比較那種行政的那種 商務人士就會看 他們很怕吵 對啊 沒有,他一上來就看嘛 你要找位子找位子 他就說 不,不,不,不 我就已經看他那邊默念 然後我就剛好 然後把耳機帶上 因為我這個會很不爽 因為我從小會覺得 你憑這種感覺好像是歧視 爸爸還是歧視小孩 或不喜歡小孩 我報仇 我深夜有一個報仇計畫 我在黑暗中撇屁 重點 我好像有點過頭了 連環的 就那個濃度已經是這個沒散 下一個來